如果有你殺的者 那是魔王嗎? 是人的魔法使用 哈囉大家好 上一話因為時間關係來不及製作 今天就來簡單講講福利連第25話 本回是改編漫畫的第52話到53話 上一話裡面在迷宮探索的第二次試驗中 有四隻小隊都遇上了複製體 在這之中尤貝爾跟威亞貝爾的小隊順利的擊倒了對方 艾戴爾的小隊因為遇到了染澤的複製體 艾戴爾在受到染澤的攻擊之後只能選擇打破燒屏 布萊則是為了掩護敦斯特撤退也失去了資格 鄧肯小隊則是退出了大廳等待其他考生一起會合 大家一起討論如何擊敗福利連的複製體 因為拉比捏的大哥曾經是探訪零落網目的成員 拉比捏跟康捏之後也順利的抵達了大廳門前 最後大家統整了一下拉比捏跟敦斯特的情報 水晶的惡魔是神話時代的魔物 他會複製進入迷宮的人員 是連同魔力與技術都能夠完美複製的複製體 擁有著近似於人心的構造但並不是真正的心 而福利連的複製體利用奮力將寶物庫的大門封印的魔法 鎖住了通往迷宮深處寶物庫的大門 施術者如果不被擊倒的話就無法解開封印 測驗也無法合格 而迷宮中的複製體會逐漸往最深處聚集 所以大家決定合力攻略這座迷宮 福利連跟費倫就負責對付福利連的複製體 其他人則是阻止其他的複製體接近 不過在這邊我想到了一個逃課的方法 因為如果拉比捏的大哥有探索這座迷宮的經驗 那麼在這次探索之中按照水晶的惡魔會複製進入迷宮之人的特性 應該也會遇見拉比捏大哥的複製體才對 在迷宮之中的複製體即便是被打倒也還是會再一次出現 所以就算拉比捏大哥曾經打倒複製體才離開迷宮 複製體也應該還是會再一次出現才對 但是在這次的考試之中 考生們都沒有遇見除了考生以外的複製體 所以可以推測出水晶的惡魔可能必須要在模仿對象待在迷宮裡面的時候 才能夠利用魔力製作出精密的複製體 只要被複製的本體離開了迷宮 理論上複製體也應該會原地消失才對 可以驗證的地方就是之後大家各自組隊討伐複製體的時候 都沒有遇到像是蓮花或是艾戴爾的複製體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蓮花離開的時候水晶的惡魔還沒有啟動 不過艾戴爾跟布萊他們有遇到染澤的複製體 代表這時的水晶的惡魔已經發動過魔法了 而染澤說考試失格的判定 就是看考生有沒有打破瓶子被送出迷宮 那是不是只要讓伏利連先離開迷宮 讓迷宮中的伏利連的複製體消失 這樣應該就可以解除封印寶物庫大門的魔法 相信憑伏利連的實力只要在回城途中沒有遇上寶箱怪 手上又有探索過的地圖返回出口應該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麼接下來大火只要在消滅門後的水晶惡魔等伏利連返回迷宮深處 這一次的測驗留下來的所有人就能夠輕鬆過關 不過要是真的用這種取巧的方式通過測驗 應該會讓染澤相當無言吧 再來講講這一次後半段伏利連對抗複製體的部分 動畫這邊又補充了大量援作所沒有的戰鬥橋段 魔法師跟魔法師的頂尖對決 伏利連與複製體飛到空中之後 製作組在這邊還仔細的描寫了兩人快速的彼此試探 法杖瞄準的方向兩人都快速的展開了防禦的魔法 之後便是一起釋放毀滅之雷的魔法 費輪則是刺激找尋可以隱藏的地方 還利用翻滾避免被榴彈波擊 根本就是有玩黑暗靈魂的玩家最熟悉的BOSS戰 之後又是兩人毀天滅地一般的攻擊 兩人都釋放了地獄夜火的魔法來抵消對方的攻擊 釋放出的高溫連石頭都能夠像冰塊一樣輕鬆的被融化 也難怪伏利連會說如果大家一起上的話肯定會有死傷 就這火焰我看是連利西塔的大地魔法都抵抗不了了吧 負責魔法戰原畫的藤本老師也特別畫了一張插圖送給大家 真的是非常的帥氣 這次把動畫中釋放毀滅之雷的伏利連 跟複製體的身影疊在了一起 下半部是地獄夜火 伏利連跟複製體的法杖剛好形成了一個十字 另外動作場景的部分 作畫監督炎哼老師也發推特說到 終於來到了對伏利連複製體戰 這一次是完全不留餘地的魔法轟炸 非常感謝各擔當的同仁進行著這麼高難度的作業 那麼下一回就是作為動畫設計的最後一畫了 請各位務必收看 而在這一畫之中除了戰鬥的改編 賽利爺跟伏利連過去的對話部分 動畫的演出也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 在弗蘭梅死後 伏利連給了賽利爺師父所留下的遺書 雖然對於賽利爺來說人類的一生就像是浮游一樣 生命非常的短暫 但是弗蘭梅卻做到了自己無法達成的事情 讓魔法普及了整個大陸 還成為當時統一人類帝國的宮廷魔法師 創立了大陸魔法協會 打破人類將魔法研究視為禁忌的慣例 也讓人類終於能夠獲得與魔族抗衡的力量 開啟人人都能使用魔法時代的開端 這點讓賽利爺非常的不高興 因為賽利爺認為魔法是特別的 必須是有才能的人才能夠學習的東西 本來賽利爺還想直接趕走伏利連 感嘆自己終究是沒能跟伏蘭梅互相理解 但是在聽了伏利連轉述伏蘭梅的話之後 就改變了心意 因為伏蘭梅早就預料到了賽利爺的反應 也讓賽利爺來了興致突然想跟伏利連散個步 賽利爺跟伏利連在森林中散步 說著自己跟伏蘭梅的過去 嘴巴上老是說著伏蘭梅是自己一時興起培養的弟子 但是即便是過了千年 賽利爺還是清楚的記得自己的徒弟最喜歡的是花田魔法 還有他兒時想讓所有人都能夠施展魔法的夢想 動畫在這邊把漫畫中的意境再提升了一個檔次 本來只有賽利爺跟伏利連的森林之中出現了小小的伏蘭梅 之後伏蘭梅追上了獨自走在前方的賽利爺 最後是用賽利爺的視角放手讓伏蘭梅獨自往前走 賽利爺跟伏利連則是跟在伏蘭梅的身後 伏蘭梅就好像是在引領著他們走出黑暗的森林 整段演出都是在暗喻賽利爺教導了伏蘭梅之後 伏蘭梅獨自開創了之後的魔法時代 並且超越了賽利爺的想像 最初那塊小小的花田透過伏蘭梅的栽培最終變成了一片花海 動畫之中還追加了樹木的畫面 為的就是跟伏蘭梅的花海做出對比 儘管花海非常的漂亮 但是生命的長度跟樹木相比 樹木卻像是擁有接近永龍的時間一樣 就好比人類跟精靈 人類在短暫的時間之中度過了璀璨的一生 而精靈則是像樹木這樣安靜且低調地存在於森林之中 靜靜地看著時間的流逝 而賽利爺跟伏利連對話的時間是在黃昏 大家都知道黃昏一般也是用來形容逐漸凋零的事物 但是中間還穿插著處在白天的辛梅爾跟費輪 監督不斷地透過兩段不同的時間 再提醒觀眾人類的時代即將來臨 而面對這樣的轉變 賽利爺則是背向陽光 並且提醒伏利連小心被人類給超越 而伏利連則是剛好相反 看著夕陽的方向 期待在未來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魔法師 這也凸顯了兩人對待未來事物不同的看法 這段文系加比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而在人物的設定上賽利爺的名字在德語之中有著連續與系列的意思 配合OP的畫面就是在傳達賽利爺見證了大陸上的歷史 以及魔法的演變 負責回憶這段的原話擔當的小喬老師 在播出之後還特別附上了替賽利爺製作花圈的小芙蘭梅 而事實上在之前的故事裡面 伏利連也有提過自己一共敗給了比自己魔力少的對象11次 而其中有6名是人類 畢竟在本作的魔法世界裡 魔力多寡不是決定勝敗的因素 下一話就會提到除了想像力之外 魔法師之間還存在彼此克制的關係 到這邊回憶結束 複製體已經貼到了伏利連的眼前 而伏利連沒有選擇像前面那樣用相同的魔法來抵消複製體的攻擊 反而是露出了計畫通的微笑 那是因為他已經利用魔力探知來確認費倫的位置 正好就在自己的正後方 而複製體則是因為使用魔法的關係 無法探知到費倫已經準備發動攻擊 而費倫所使用的魔法 則是伏利連特別在戰鬥前主婦過的 速度最快 而且是使用全部魔力所發動的殺人魔法 幾乎不給複製體任何反應的時間 成功完成了這次的奇襲戰術 至於其他複製體的攻略 拉比捏跟康捏 在伏利連跟費倫討論攻略方法的時候 就在後面不斷的嘗試各種摔角的關節固定劑 兩人本身就存在上下課的關係 有網友就二創了拉比捏 輕鬆駕馭康捏複製體的畫面 而另外一邊康捏則是遇到了大麻煩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話的一點感想 下一話監督說會是第二次試驗的最高潮 或有將過去累積到現在所有的東西 一口氣爆發出來的終極場面 就請大家一起期待吧 那麼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 再見 再見